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周末必看,我是秦月 中共当局无预警的放开封控 医药系统准备严重不足,导致药店断货 无奈之下许多人只能被迫去黑市寻求高价药 1月6号在网上紧急求药的患者家属向新唐人表示 老人发烧半个月,出现了白肺,但本地医院却没有药 山东灵溪市的延城县患者家属王小姐说 他发烧到39度多,然后胸口疼,肺也疼 做CT白肺,血氧饱和度低,心率也慢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药在治我们,我们就得在那等药 新唐人记者与深圳倒卖药物的刘先生取得了联系 他说,现在因为医院有三种药短缺,而且需求量很大,利润也最高 深圳药物倒卖者刘先生说 我建议订购脱猪单抗和免疫球蛋白或者辉瑞 这三种卖得比较好,天天都有人咨询我 有时要得多,有十几万,十几万都有 平均每天都有出货,再怎么也有个两三万 为了能够让记者幸福,这位刘先生同时还提供出了一份 刚刚付款的信息截图 上面显示四瓶脱猪单抗,交易金额为10900元 并且表示想要赚多少钱的利润,空间都有自己决定 1月3日一位资深媒体人在推特披露 原价2980元人民币一盒的辉瑞特效药奈马特伪片 现在黑市炒到了1万5千元 甚至还有人在网上公开叫价4.8万 相当于原价的16倍 消息曝光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痛斥,人心不鼓 也有人说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黄牛 有市场就有需求 英国媒体上周报道 由于奈马特伪片在公立医院要么缺货 要么警供重症患者使用 一些中共官员和有钱人就以高价抢购 大量库存药品 在大批患者等待药物救命之时 却有另一些中国人利用这些救命药做人情送礼 这也让人联想到去年上海封城期间 有许多普通的老百姓吃不上菜时 一些奢侈品商家却争相将蔬果 套上印有品牌标志的精致包装 送给有钱的客户 还有医疗内部人士泄露重要的信息 稍早前推特上热传了一段录音 从内容上判断 说话的人是一名医疗工作者 他讲现在开始出现了二次感染 症状非常严重 是专家们不会公开承认的 这个东西二次感染 我跟你说老严重了 现在一只八百多呀 因为你之前感染过一次 电视根本不报 那二次感染的人老多了 吃部落分根本不管用 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面对防疫急转 感染激增 无法从容应对的普通人 占了绝大多数 他们没有特权 在资源无法公平分配的 中共体制之下 面对迅猛的疫情 内心只有恐慌和无助 好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周末必看 欢迎订阅留言点赞 我们明天见